全文一根到底 如烟出品 避暑精品 纯爱如烟 更为致命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我和女友在一起后 弟弟却跪下来求我 说他是一个攻略者 如果攻略不了柳如烟他会死 女友发问 那你喜欢什么死了 弟弟懵了 他估计以为我会和之前千百次一样 只要他撒的交卖的惨 我就可以让出所有 哪怕是父母都不例外 可他不知道 柳如烟不仅是个恋爱脑还是个疯癖 他为了追我早就不要命了 怎么可能让我把他让出去 柳如烟语气很随意 狭长的眼眸里闪着悠悠寒光 好像会随时露出历齿的猛兽 沈日天是叹着喊 如烟姐 你不会那样对 是个什么东西 谁准你这么喊 柳如烟反手就是一耳光 转头看向我 又变成了我熟悉的观修狗模样 无心别误会 我不认识他的 沈日天被打得身体一弯 嘴角留下丝丝血迹 我冷眼看着弯了弯唇脚 伸手挽住柳如烟 痛快 上辈子沈日天 是被爸妈领回家的孤儿 他俩告诉我要疼爱弟弟 要多关心他 我都照做了 沈日天仗着一手好茶意 把我弄得五迷三道 心甘情愿地为他献上自己的所有 就连他抢走了 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的一切 我还觉得他可怜 要我房间我默默搬出 要我父母我双手奉上 最后的结果 却是他俩护着沈日天 一脸失望地看着我 沈无心 我们没有你这样恶毒的儿子 真可笑啊 每次沈日天犯错 都是拉我帮他顶罪 他们却从不问真相 只会指责我 而我也傻到信了沈日天的鬼话 说什么爱之神 财泽之弃 爱到最后 我的爸妈成了他爸妈 他连我女友都不放过 我床单都得到我面 我死都记得他那天的嘴脸 哥哥 我可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你只是一个炮灰 让我是你应该做的事 不过还是谢谢你 毕竟我的系统 是以燃烧你的运势为代价 就是你越藏我越好 可真的是蠢 我特么简直恨不得撕了他 而我的那一对父母 就好像是瞎眼的意买 看不见他对我的折磨 或者说看见了但是不想哭 一招惨死 再度睁眼 我回到了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这一生 我不再会为了那一文不值的 亲情付出嘶吼 脚踢前世扎女 转头和柳如烟食指向口 柳如烟是远近闻名的 柳氏集团的变态名媛 风批之名如雷怪 但是谈了才知道 最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恋爱呢 我是真的爱啊 这辈子为了燃烧我的运势 沈日天果然又来了 狐狐在我脚下哭得肝肠寸顿 我却只想笑 不得不说他确实有种委屈求全的媒体 特别引人怜爱 但可惜我对他只有无穷的狠 连不起来 柳如烟见我很久未曾打花 一下慌乱起来 无心 你相信我 是他故意那样喊我的 我心里只有你 你要看我的真心吗 他还真就拿出把匕首来 我看得眼皮子一跳 恋爱脑架风批晚气症状 果然不是一般人能降得住的 好在我不是一般人 我孕血 我嫌弃地瞥了眼皮手 他立刻收了回去 我们无心说什么就是什么 心里舒服了吗 要不要我再踹他几脚 柳如烟语气轻松 听起来就像是在说下午吃什么一样 这个主意超级棒 但是跪在地上的沈日天不干 飞快地爬起来 边哭边跑 你们俩都是疯子 都这么疯子 气这就吓住了 那么喜欢抢我的东西 继续抢啊 柳如烟一一不舍地送我回家 恨不能对我掏心掏肺 在楼下拽着我不让走 要不是因为我板起个脸 恐怕还舍不得松开 看着眼前的别墅 我深吸一口气 眼底闪过一丝性慰 爸爸妈妈 我回来了 你们准备好承受我的报复了吗 我刚踏进沈家客厅 迎面就飞来个茶盏 还伴随着怒口 你还有脸回来 打眼一看 沈日天趴在我妈怀里 装作很委屈的样子 我爸则是一脸怒色 我闪开了茶盏 为什么没脸 我眼含讽刺看着沈日天 这辈子他还想重拾顾忌 我可已经不稀罕亲情了 但不介意让大家看看 他绿茶的嘴眼 怎么跟你爸爸说话呢 沈峰被我气得直哆嗦 说不出话来 我妈苏清河跟着就开始迅我 青红的嘴唇一张一合 说的全是我 为什么不好好照顾沈日天 当他被人打了之类的话 我听得吃笑 索性做他们一家三口对面 你就没问问他为什么挨打 沈无心 什么态度 我妈急眼利色起来 我挑眉 怎么 没问了 恼羞成怒了 他还是和上辈子一样 只要沈日天闹一闹 他就不问青红皂白的袒护沈日天 搞得好像沈日天 真是他亲生儿子似的 苏清河怨怒的盯着我 你做哥哥的 他被人打的时候 无论什么情况 你都要护着他 打小他就是这一套 什么哥哥要让着弟弟 什么弟弟在外吃了苦 所以好吃好玩的都要让着他 结果所有属于我的东西 都让给了沈日天 我却惨死 我又不是他妈 讥讽地看了眼 抱在一起的母子 哪条法律规定 哥哥要帮弟弟挨打 哦对了 你还不知道他为什么挨打 我看了眼 阴阴阴的沈日天 痴声说道 他跟我女朋友 不成反被教训 这不是阴德的吗 你女朋友 没结婚的就不算 弟弟喜欢 你就该让给弟弟 饶食我给了原委 苏清河也反驳的 义正词言 俨然一副 是我不该如此的 我三观乍裂了 都说柳如烟是风批 他哪有苏清河风 听听 他嘴巴里说的 那还是人话吗 让他去死 他去不去 我抄起茶盏 就摔在了沈日天脸上 我的准头 可比沈风要厉害 当时就砸得沈日天 捂着脸哇哇大哭起来 苏清河大怒 指责旁边的沈风 你就眼睁睁 看着日天被打尸吧 还不快制止他 所谓的制止 就是以暴之暴 然而他解皮带的工作 我已经打通了柳如烟的电话 你在哪 我爸妈说 沈日天喜欢你 我得让位 我故意在声音中 带了些哽咽 柳如烟要做什么 可跟我没关系 果然三分钟后 柳如烟就杀气腾腾的 开车冲进了沈家 满目星红 无心 无心 你没事吧 我朝努无阻 你也看见了 都是我爸妈的主意 皮带还在他们手里 我实在是害怕 柳如烟 我们 沈风还神色未定 苏清河和沈日天 已经下闪了 又不是拍电影 谁真见过跑车呼啸 而来轰隆撞进客厅的场景 沈风还能勉强保持镇定 色力内忍地咆哮着 哪里来的野人 简直胆大包天 野人 柳如烟笑了 他本就生的戏长 梅桃花眼 宛若精魅 笑起来更是风姿卓绝 可说的话 却让人寒意从手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 自我介绍下 我叫柳如烟 柳如烟的自我介绍 刚结束 沈风的脸色都黑了 柳如烟的名声 大家都听过 柳氏集团的大小姐 脾气爆炸 出了名的变态 是 是你 沈风像是这才 看清楚柳如烟的长相 柳如烟检查了一遍 确定我身上没有伤口 这才缓缓站起身 看向沈风 你刚刚要打无心啊 转头拨通了一个电话 爸 准备好赔长金 我要干点大事 思 我就没见过这么猖狂的人 但是好喜欢啊 苏星河和沈日天 吓得尖叫起来 柳如烟 风劈起来是真敢动手的 青红着眼 杀气腾腾的逼上去 沈风也吓得尖叫起来 等等我有话说 都是误会 我没逼沈无心啊 我们家承认你俩是一对 柳如烟脚步一顿 歪头迷糊的看法 无心 还杀吗 杀什么杀呀 杀人是要犯法 吓得他们屁股尿流 就够我回味好久 我孕血 柳如烟飞快地收了手 转而乖乖地坐到我身边 那你想干点什么 要不直接让沈氏破产怎么样 这位解封是封 但汉毛都比沈家的腰粗 我沉吟着 破产吧 他们居然想棒打鸳鸯 拆散我们俩 那就让他们捡破烂去 一提拆散柳如烟就炸毛 眼看他真打电话 让人弄垮沈氏 沈风都哭了 我不敢 我祝你们生生世世都在一起 我没出声 必有所指地看向苏清禾和沈日田 沈风也果然没让我失望 因为担心公司 我本意是让他俩给保证 他举一反三 直接反手狠狠几巴掌 抽在那对母子脸上 嘴角都打得流了血 我保证会好好看住他俩的 母子俩哭都不敢哭 我轻则懒洋洋地说道 行啊 既然诚意这么足 那先就这么着吧 有了柳如烟的威慑 让他们也不敢乱来 沈风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可他不知道我也疯了 送柳如烟走时 我笑盈盈地说道 答应我 我要死在沈家了 就杀了他们为我报仇好不好 他们还敢动你 别说死就是敢让你受伤 我都让他们付出代价 柳如烟果然是最合我心意的 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 他心满意足地 开着瘪头地跑出来离开 一回头 就看见了惊恐的沈家人 眼神里好像在说 你怎么还不走 我冲他们笑出了白森森的牙 前世你们眼里不是没我吗 这一事我要你们眼里全数 走什么走 聊聊 沈家人想走 但我懒洋洋地出了声 苏清禾还想在我面前摆母亲架子 立声道 你别太过分 我看向沈风 他咬咬牙 不由分说地就给了苏清禾一耳光 苏清禾被打得哭起来 各种骂我丧尽天良 生下来就该淹死我 我听得掏了掏耳朵 苏老板 你也不嫌郭躁 实在是太吵了 他前世毫不犹豫把最孝顺 最听话的儿子献祭给了沈日天 现在还向我听话 沈风沉默着 又是叶尔光 苏清禾终于闭嘴 我淡淡地扫了眼他怨恨的脸 眼神落在沈日天身上 把我的房间还回来 拿了我的用了我 都统统还给我 从小到大 沈日天都喜欢我的东西 而我没办法拒绝 一方面是我看着这个男孩实在是可怜 另一方面苏清禾也是不遗余力地想让我让我 平时就把我批评得一无是处 对我要求甚高 却从没如此要求过沈日天 但沈日天说他的房间住着不舒服 还说好羡慕哥哥能一直住在宽敞舒适的房间 然后苏清禾就把我和他的房间对话了 其实那时我挺不明白的 既然沈日天住那房间不舒服 难道我住着就舒服 今天是真的舒服 苏清禾还在跟沈风撕打哭闹 你就任由他那样撒泼逞凶 不把我当然 沈风你说你最爱我 你却为了他而打我 我跟你过不下去了 他俩在楼下撕打 我站在三楼走廊里光明正大听墙角 听得一脸疑惑 苏清禾是新风晚期吧 那话说的 难道说我才是被抱养的 我留了个心眼 趁没人注意 我去主卧的床上找到了沈风和苏清禾的头发 拿去做亲子鉴定 等我回来房间已经收拾海了 沈日天眼睛都哭肿了 哥哥你不是要住我的房间吗 现在打住我冷笑 这本来就是我的房间 你不是孤儿吗 就真把这里当成了你家 沈日天脸色疏然苍白 楚楚可怜地看向了苏清禾 但不知道沈风跟他说过什么 他除了藏不住的怨恶 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帮沈日天说话 阿对我住我的房间住习惯了 这间就空着吧 房间已经整理好了 但我就是顾问 扫了眼错愕的沈日天和苏清禾 我心情大好的回房去了 爱我就是玩气死他们俩 沈家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沈风大概警告了苏清禾和沈日天 他俩见到我就绕着头 不和我说半句话 可这多没意思 玩游戏当然要热热闹闹得太好 所以我开始使唤他俩 沈日天我要喝水 沈太太三秒钟内我要吃到水 他俩冲我怒目而视 但谁也没开口反过说 麻利的就把东西送到了我手边 可这怎么够 沈日天 你新买的这块名表不错 拿给我 我说的理智气壮 他气得满脸通活 但被沈风瞪了几眼 还是乖乖地拿给你 我随手翻翻嫌弃地扔了垃圾桶 也不过如此 沈无心你别太过分 他气得冒了眼泪花 我惊讶地挑眉 你以前不就这样扔我的东西吗 怎么我才扔你一块表 你就受不住了 以前怎么不想想风水会轮流转 是什么逻辑 清河你别说得太过分了 沈风难得地说了他一句 回过头来又语重心长道 无心 咱们终究是一家人 你人打了气也出了 以后大家就和好如出 你给柳如烟说一声 别老盯着咱们家公司好不好 我嘿嘿一笑 你们不是给了沈日天股份吗 我也要 成了我自己的公司 柳如烟当然就不会盯着了 苏清河煞时跳出来反对 这钱给你也就是带去柳家锦上添花而已 还不如留给日天 日天日天 他心里就只认沈日天是吧 眼底似乎还有思愧解 本来也就该给你补分了 沈风 苏清河愤怒地大叫起来 你答应过我会把沈氏留给日天 你又开始偏心沈无心 我心想他是不是对偏心有什么误解 就沈风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也称得上偏心王 沈风对苏清河可谓是百依百顺 这些年来苏清河对我吃什么态度 他就对我什么样 从来不问缘由和是非 所以我也习惯了被亲妈欺负 还不能找亲爸维护的日子 但今天他第一回忤逆了苏清河 先说让我和沈日天各持沈氏一半的母子 但苏清河不干 就让我和沈日天各持百分之二十 就算是这样公平的作法 苏清河也找沈风狠狠地干了一家 我就纳闷了 他维护沈日天是不是维护的过程 难道他俩才是亲母子 先前送去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的确是他俩的亲生孩子 可我像亲生的吗 我又悄悄找了沈日天和父母的 继续在做鉴定 结果出来意料之外 沈日天是苏清河的亲儿子 但和沈风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沈风这是喜当爹 他应该知道吧 疑点太多 我找了思家侦探去查苏清河的事 回到家 沈日天却找上门来 见面就先跟我哭声 哥哥求你救救我 我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攻略不了你的女朋友 我真会死 我特吗 你当我傻子 看他这样 是我最近过得太滋润 他拿不到我运势的好处开始急了吧 这么惨啊 我凉凉地看着他 那你自己去找柳如烟啊 找我干什么 我瞥了他一眼吃笑起来 你不会觉得 我会大放到把女朋友灌醉 然后送到你床上吧 沈日天你也赔 柳如烟的确疯批 但他对我极好 只要他不像上辈子那个死渣女 爬上沈日天的床 我就绝不会放弃他 沈日天躁怒起来 我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你这种炮灰必须听我的 是吗 那你试试啊 还必须 他真当他是天王老子 事实证明他就没有操控人心的力量 只能恨得红了眼睛 沈无心 你敢和主角作对 他晃晃暗中拨通的手机 柳如烟你听见了吧 咱俩是好不了了 再次我祝你和沈日天白头偕老 我弄死他 女人气急败坏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出来 定位给我 死就喜欢这样利索了 但是沈日天脸都下白了 仓皇冲突了我的房间 我称怪柳如烟 你说你 你凶的都把他吓走了 就不会像上回那样扇他脸 动脚踹他的死去活来也是可以的 咱可是文明人 沈日天在不敢跟我提供略的事 但他开始偷偷摸摸的 有意无意的想办法接触柳如烟 自从柳如烟在沈家发过一次疯以后 他也就成了沈家常客 经常登门来找我 沈风和苏星河就没敢来 沈日天却因此找到机会 不是往他身边坐 就是故意屏蔽摔 想趁机钻他怀里 但每回都会被柳如烟毫不客气的一脚踹台 而这位恋爱满晚期的姐更是找我告证 无心 他太烦了 你搬出去住好不好 我的钱都给你花 你想住哪就住哪 就是别和那个智障弟弟住一起 沈日天刚好端着水果走过来 闻眼脸都僵了 我没客气的笑出声来 他可是我的快乐圆群 要是搬出去住 那还有什么意思 那独一你 柳如烟乖得很 殷勤的包好葡萄还为我吃下 沈日天在旁边怯怯的笑 刘小姐 我想 我劝你最好想都不要想 柳如烟眼皮子没抬 打起纸巾小心的帮我擦拭腿脚 直接就无视了沈日天 我翘翘唇 满意的给了柳如烟一个吻 干得漂亮 比起那个死渣女 他简直就到这坎路 但是我没想到 我和柳如烟逛街的时候 会遇上沈日天和聂婷婷 他俩手腕着手 从对面的奢侈店里出来 抬眼看见我和柳如烟时 都明显地愣了下 刘小姐 我是 弟弟 你昨天还说要追柳如烟 今天就挽着别人的手 我气定神闲地扫了眼聂婷婷 看扎你简直眼睛疼 上辈子对我死缠烂打 到手后就跟沈日天翻滚了 这辈子他俩还在一起 配得上一句真爱 沈日天的话被噎住了 气得胀红了脸 我笑得淡定 就是眼光不怎么好 就算勾引不了我女朋友 也要找个能上镜的呀 信念的是个小姐又怎样 他家连沈家都不如 就更别提柳家了 无心 你在夸我 柳如烟对他俩 视若无睹眼神专注地看着我 亮闪闪的像是落了星星 我笑眯眯地点头 顺势给他一个吻 当然 温柔富婆都是撒娇哄出来的 风批美人如同吃了蜜 眉梢眼角都是压不住的笑 大手一挥 无心 今天所有的消费我买单 他搭台子 我当然要给他唱好这台戏 没包场 但是买了刚刚沈日天 出来的那家店里 最昂贵的几只名表 还朝他笑 弟弟 你女朋友给你买这么好的名表 沈日天和聂婷婷都气得红了脸 信念的更是大言不惭 沈无心 没想到你还是凤凰男 则 好新鲜的罗姐 我笑了 所以说你穷你有礼了 你买不起这么贵的名表送沈日天 害他在我面前丢脸了 然后就抨击我拜金 没钱就没钱 装什么大尾巴了 而且柳如烟听的也不乐意 什么叫拜金 我的钱都是挣来给无心花的 他花的越多我才越高兴 听听听听 这样的思想觉悟哪个男人不爱 要不是上辈子聂婷婷对我死缠案呢 柳如烟的格调又太高 我高低都得先扑倒他 弟弟谈女朋友可得擦亮眼睛 也把渣女当成宝 我轻吃了身挽着柳如烟 诗然的走了 但是还没走远 就听沈日天和聂婷婷对骂起来 我转身去看 刚好就见聂婷婷狠狠一耳光耍在沈日天脸上 然后大步走了 沈日天不是世界主角吗 怎地如晶晶落魄的连只小小舔狗都哭不住 看来没了我的运势 他才是炮灰 我可没忘记聂婷婷上辈子的恶心之举 不守女哥 概念 柳如烟 我讨厌聂婷婷 你想个办法请她全家去捡破烂满 我没途径找聂婷婷的麻烦 但柳如烟就是动动手的事情 包在我身上 她答应下来 她对我好 我挑了不少东西买给她 当然还是她抢着付的钱 就算是这样她也很高兴 这就说明吴欣的心里有我 她把东西都仔细收好 我打去她 你这算不算自我攻略 明明都是她花的钱 如果能让吴欣你更爱我一名 怎么攻略都可以 夜幕下 她的眼睛里落了星光 漂亮的过分 我忍不住低下头清了清 已经很爱很爱你了 重生是意料之外的事 到了此刻我依旧感恩上天 把柳如烟送到了我身边 我更爱你 她咕弄着 懒紧我的脖子夹伸了我 两久她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我 吴欣 真想把你藏起来 让谁都不能抢走你 只要你不理 我就不气 我抱紧了她 从前觉得甜言蜜语很逆婉 但情到农时 仿佛只有甜言蜜语才能最得心怀 就那么自然而然的流畅出口 我背你回家吧 我对她说道 当即蹲下了身 她失笑 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累坏了 你怎么办 就算是走走停停 我也能背你回家 你太轻了 柳如烟惬惬意地靠在我的背上 语气却很严肃 无心 沈家是不是对你不好 怎么这样说 他们想打你还把你恶受 柳如烟趴在我背上 看路边的霓虹晃晃悠悠的 听着她的话我笑了笑 算是吧 记忆了 苏清禾就没有怎么对我笑 总是挑剔又仇视的样子 要不是亲子鉴定不会有假 我都怀疑我和她有不公戴天之仇 当然了 我更没想到沈日天也是她的亲生儿子 都是亲的 疼沈日天也就说得过去 但是为什么她只疼沈日天 我跟柳如烟说了亲子鉴定的事 她惊讶了下 同母义父婚内出鬼 措辞惊惊 我点点头 不知道沈风之不知道此事 我只记得当初是她俩一起把沈日天带回家的 当时还煞有其事地说 领养沈日天是为了我 说沈日天能为我倒灾 可被害死的却是我 还有沈日天的生父又是谁 私家侦探那边还没答案 也不知道查到哪了 柳如烟顿了下 我安排人去查 夜风温柔地扶过 柳如烟趴在我背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着天 而我背着她 脚步坚定地走往家的方向 有她在我也心安 醒来时沉溪微透 身边有个暖融融的大抱枕 她忍不住钻进我怀里 她滴滴闷哼了声 搂紧了我的腰 睡不着了 她咕弄着 像毛毛虫似的在我怀里扭来扭去 昨晚也不知道怎么睡着了 反正今儿一早醒来 我不仅回了沈家的房间 她也在我的床上 无心 别动 闷哼声更重 她揽在我腰上的手也越发用力 好像恨不能将我揉进她骨血 我害怕你厚 炽热地稳落在我颌上 那双不笑也风流的桃花眼 定定地看着我 好像在隐忍着什么 我眨眨眼 可是你睡在了我的房间 柳如烟以为是我不喜欢 愧疚地低了毛给我道歉 对不起 我稳住了她的唇 咽下了她的歉意 傻子 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咱们才不要管别人的眼光 我就想像昨天那样背你一辈子 人前喜怒无常的疯批 在我面前却是纯情大女孩 黑亮的桃花眸里有着点点羞涩 我笑主动迎向她 她是商界雷厉风行 号称经商天才的女强人 也是为了我不顾自身安危 驾车冲进沈家 只为最快赶到救我的所谓风批 是为我一掷千金 是能帮我系鞋带 能给我吃饭 还能心肯我被她回家的温柔情缘 如果这样的女子都不值得爱 那世间何来爱情 我和柳如烟睡到中午才起 她对我极致温柔 帮我穿衣洗漱后 又搂着我下楼 我打去她 你这是要粘在我身上呀 我俩有说有笑的下楼 苏清禾阴着脸赤责 成何体统 想解破烂 我对她早没了奢望 冷声对过去 就见她对我怒目而逝 而沈风则拽了她一下 这模样看得我都好奇死了 沈风到底知不知道沈日天的事 我去给你做早餐 柳如烟对他们视若无睹 自顾去了厨房 我假装没看见尾随而去的沈日天 她吃了那么多笔 竟然还不死心 没两分钟沈日天就仓皇逃窜 柳如烟追出来 寒情默默的桃花岩 此刻如刀锋般雪亮凌厉 想死我成全你 沈日天吓得哇哇哭 她窜到了苏清禾身边 而我叫住了柳如烟 一问才知沈日天竟然想从背后抱她 气得她当时就要打人 无心 她碰到了我的腰 我的风批美人委屈的不行 我抄起果盘就狠狠砸沈日天身上 她一脸惊恐 而我只有鄙夷和亲密 不要脸的东西 就这无耻德行 她也配当世界主角 笑死个人 我拉着柳如烟走 带她去酒店好好地洗个走 她这才敢委屈报告 无心 你不嫌弃我了吧 本来就没有嫌弃她 只是乖孩子被脏手摸了不喜格印 没有 我还住她金瘦的腰 她做得比很多人都要好 无心 滴滴的喘息声里充满撩人诱舞 解了她的缠劲已经是好久之后 她去上班 而我想起沈风答应给我的补费 也去了沈市 我在沈市没任职 从前沈家也不让我来沈市 以至于前台死活拦着我 就是不准我上楼 上不去我就给沈风打电话 无心对不起 她似乎很疲惫 你妈妈坚持把沈市交给日天打理 我想着你已经拿到补费 所以 所以她就再次做了偏心沈日天的事 我听得好笑但也恍然大悟 沈风知道沈日天是苏清禾的亲生儿子 如果没有这层关系 沈风不会如此轻易地交权 也不会任由苏清禾偏谈沈日天 她对苏清禾可真是情深似海 伸到我这个她和苏清禾亲生的儿子 都不及她的记子 无心 这是大人的事 你别插手 可能是被踩了痛脚 她急躁起来 但我挂断了电话 不想听她那些只会荼毒我的话 我也见识过了美好爱情 但就算是换位思考 我也做不到沈风那样 为了深爱的女人去欺负亲生孩子 这特么就是三观崩碎 不能以偿理论 沈日天气势汹汹地来了 沈无心 沈氏现在是我的了 你马上给我离开 她像驱逐阿猫阿狗似的 话刚说完 就冷着脸毫不客气地叫保安来当我 我反手就是叶尔光 你的 沈日天你想好了再说话 既然沈风爱苏清和爱到了是非部分 那我就只好自己动手拿东西 大厅里炸了 你怎么打人了 哪里来的疯子 马上报警 人群涌过来 我甚至看到了刚踏进大厅的聂婷婷 但也只冷冷地勾了唇 我还真就是个疯子 那样环境下长大的人怎么可能不活 又是你 聂婷婷冲过来护住沈日天对我急言厉色 早就听说你喜欢欺负日天 果然是真的 他懂什么 我没跟他客气 连他一起打了 人群再次炸锅 有保安冲上来要扣住 我嫌腻过去 都长得什么狗眼 沈日天才是纠战雀巢 我看谁敢动我 沈日天是苏清和带进沈家的人 他就不是沈家人 保安一时没了主意抱了紧 聂婷婷就不一样了 他指着我的鼻子 好像当初在奢侈品店里 打沈日天的不是他一样 怎么跟我们日天说话呢 我笑了 你当初拿不出钱买东西 气得就在沈日天身上撒气 这会儿家里破产了 就想傍上沈家的大坨 是你 聂婷婷气不打一处来 是你让人把沈家弄坏了 嗯他还不算太等 我把完卓手里的手机 不如我给柳如烟打个电话 沈氏我也不想要 反正给我的股份 我已经在最高点卖了便行 不如让他们集体去减脱了 也算是成全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我只想要的公平而已 既然没有 那就别怪我先桌子翻 你也听听脸色难看起来 阴阴的盯着我 沈无心 我只不过说了你几句 你居然叫人对付你 你们不都说我是个疯子吗 我没否认 笑阴阴的看着他 疯子做事都不讲道理 上辈子的仇怨都还没找他 他就迫不及待的往上凑 非要找死那就成全了 就算你搞了沈家 那你也不能拆了沈氏吧 沈日天边给沈氏打电话 边跟我激愤的咆哮 你居然把沈氏的股份给卖了 沈氏破产是早晚的事 不卖还准备死在手上吗 我跟沈峰要补分 他该不会真的蠢到以为公司数 柳如烟就不会让沈氏破产了 笑死我重生的目的 就是让这群人日夜煎熬 听我说完 沈日天脸色一阵难看 我无所谓的怂怂见 我又不害怕剪破烂 烂命一条 上辈子就该灰飞烟灭 老天爷叫我不甘才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我吸什么命 我只要他们遭报应 说话间柳如烟和警察同时到达沈氏 紧跟着沈峰也匆忙来了 沈峰一张脸青红雕错都快哭了 他故意派人回我家生意 害得我家破产 你们该抓他坐牢 柳如烟清喝 豪花眼清冷锐利 商业竞争你们既不如人而已 怎么你们沈家经不起商战还想诬告我 我喜欢柳如烟的话 就是让聂婷知道怎么回事 偏偏他气死也无可耐忽 良性的商业竞争可不犯的 聂婷脸色灰败 失魂落魄的亮呛的走了 没人再提抓人的事 警察也就撤了 沈峰挨挨的看着我 无心真要闹到鱼死网破吗 不 我摇头 没等他高兴又讥讽道 是你们这些鱼死网不会破 可我们是你的亲人啊 这话就更可笑了 我吃生 沈峰 你们心自问 你把我当成你的儿子 你们不认我也不义 我已经叫人去办了 我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会议的轻声说了句 片刻也不肯松 电话来得也很快 商场是无硝烟的战争 一旦攻打同样血流成河 沈峰接完电话 唯你的爹坐在椅子上 沈日天猜到了结局 愤怒地扑上来死我 但刚靠近 就被柳如烟一脚踹开了 沈无心里会遭报应吗 他爹在地上七声尖叫 那模样恍若利物 我轻笑 沈日天 看来你的攻略任务 是没办法完成了 因为哥会好好的开心活一辈子 沈氏是破产了 不少沈氏的员工失业了 好在我又卖沈氏 20%股份的钱 投资了朋友的生命 倒也多了不少工作岗位 柳如烟家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每天都在招聘 这么一来解决了不少人的失业压力 苏星河骂我是散财童子 骂我是害人精 还想杀了我 但他没那个实力 我回家拿走了必要东西 搬去了我自己买的小套房 柳如烟缠着也要跟我一起住 我笑他 那你的大别墅大平层怎么办 没有你在那就是个没用的地方 他也不觉得小套房会掉他的沈家 争哥我同意后就欣喜地搬进来 厨房更是成了他的领地 我也收到了消息 沈家破产一家人一居海外 说是再也不回来了 据说搬家前聂婷婷还被人妈带套头 拖到小黑巷子里 狠狠打了一顿 牙都打掉了 至于沈氏 也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的阶段 苏星河天天打电话骂我 我也是嫌 特意开免提欣赏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偶尔对他几句就当生活情绪了 但是没想到沈日天竟然会颠倒黑白 把所有事情都发到了网上 一时间别说网友骂我 连带柳如烟都被骂上了热搜 柳氏集团的骨票更是跟着大跳水 临到寥寥还连累你 我窝在懒人沙发上刷热搜 柳如烟在给我养的花椒水 闻生朝我笑了下 我喜欢被你麻烦 哪有你这样的 我称他他就笑 只有被麻烦 才能体现我对你的重要性 否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 嘿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啊 我把热搜念给他听 末了又道 亲爱的刘女士 那现在怎么办 打她的脸 柳如烟凑过来偷了个香 我已经让人去找沈家磕待你的证据 很快就会有定论的 能有个能力超强的女朋友就是好 凡事都省心证据收集的很顺利 这些年来沈日天没少抢我的东西 而沈家带我刻薄的事 更是亲朋好友皆知 证据放上去 舆论风向很快就变了 沈日天给我打电话 却是哭着喊柳如烟 沈无星只是个炮灰 我们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顿 我挑了下眉 蠢货这么久了还没看清局势 你是个什么东西 在我的世界里 沈无星就是唯一的男主角 是我真心倾慕的男人 柳如烟对的特别流畅 深得我信 然而沈日天却尖叫起来 你懂什么 他就是利用你对付沈家而已 根本就不是喜欢你 是吗 我心甘情愿 我以为柳如烟会生气 但他对完沈日天以后 只是委屈巴巴的套 我笑着吻他的唇 信他还是信我 当然是你 最初接近他是为了对付沈家 但对付沈家的同事爱上他 我就知道 他漏了小小的得意 倘若无人的跟我秀恩爱 手机里的沈日天 在叫着两个疯子 我抽空按断了通话 专心地和他酱酱酿酿 风波过后 我和柳如烟领了证 举办了盛大的世纪婚礼 各大媒体直播婚礼现场 沈日天也想来参加 却被人轰走 他恨得要死 可他靠近不了我 他只能看着我幸福 沈家已经彻底破产 听说他现在住矮小破的租房 当996的社畜 生活磨去了他光鲜亮丽的一面 给他带上了沉重加速 往后有他吃苦的时候 后来我才拿到沈家真相的报告 原来沈峰也只是一个凤凰男爸 当年疯狂暗恋苏清河 一半也是因为看中了苏清河家的公司 某次酒后直接抢了他 然后就有了我 而那时苏清河已经有深爱的男朋友 正准备谈婚论嫁 沈峰做下畜生不如的事 破坏了他的美梦 害他坠入深渊 他这才含恨嫁进沈家 而我的出生并没有缓和他俩之间的关系 反倒让苏清河也恨上了我 后来他消失了一年多 那时我太小对此没有记忆 但他回来后与沈峰的关系谎 再后来就有了沈日天 沈日天是他和喜欢的男人的孩子 也是沈峰和他之间的润滑剂 沈日天的生父早亡 苏清河勒令沈峰对沈日天好 勒令他必须把所有的父爱都给沈日天 而沈峰为了全权掌握 苏清河父母留下来的公司 竟也都照做了 由此苏氏变成了沈氏 所以沈峰压根不是爱情至少 而是金钱至少 看到此处我已经恨得浑身颤抖 柳如烟紧紧抱住我 吴欣你别激动 你还有我 你还有我 我曾经恨他们 我笑了 但现在他们什么也不是 沈峰自私自利 苏清河恶毒恶心 还真是天生一对 我保证沈家人以后都会活在畅谎 低雅温柔的声音抚慰着我 有水珠落在我额头上 吴欣我会陪着你的 我抱紧了柳如烟 我的出生就是个错误 可我不认命 我更不会用他们的错来惩罚我自己 柳如烟我们要个孩子吧 我认真看着他的双眸 要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他想都没想就答应 然后吻上我的唇 热烈而虔诚 我闭上眼睛 乘着他的温柔深情微微笑 沈家亏欠我 我和他们算完账 以后我会活得更精彩更幸福 会和爱我的人相伴到老